鸡腿有太多种吃法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照烧鸡腿的做法 操作简单 而且美味 做好了比大龙虾都香 鸡腿选用后排的 让老板娘帮忙用嘴巴啃掉骨头 来一根性感的小牙签 把鸡肉给它扎一下 这样等一下腌制的时候 更加容易入味 看到这的家人们 如果你的手机真的如果说还有电的话 就帮忙点个小红心 也就是堆着屏幕点两下 谢谢了 少来点盐 来点料酒 来点生抽 来点老抽 来两滴毛油 蜂蜜是必备品 千万不能少 再加一点葱姜 用我性感的左手 给它抓拌均匀 来个按摩 温柔一点 来个Sepra 腌制20分钟 平底锅少刷油 鸡皮那一面 我们煎一分钟 翻个面 把另一面煎两分钟 看这个小颜色 有没有流口水 两面都煎好 少加那么一点点水 然后一直让它收干汤汁 我们给它切成块 然后淋上剩下的汤汁 你有没有流口水呢 如果您是第一次点进我的视频 就帮忙点个关注 也就是那个加号 我每天都会更新一道家常菜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 吃啥做啥的时候 就到我主页翻一下 或许对您有所帮助 的开销 离开锅